欢迎您再次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注今天的地方新闻 全球资本市场动荡 投资人不断寻找更为安全的投资标的 目前商业地产不但可以保值更有增值的空间 另外还有租金收入 为此林大卫保险智囊团队 在29号这个礼拜五下午2点会举行商业讲座 为投资人以及各界人士能够推荐专业投资方案 讲解最新劳工以及税务的知识 收看我们详细报道 全球股市暴跌 人民币贬值更多的热钱涌入美国 投资商业房地产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商业地产不但可以保值更有增值的空间 另外还有租金的收入 为此林大卫保险团队 于29日本周五下午2点举行商业讲座 这次我们2016年的商业讲座 是在1月29号下午2点到5点 在Rosemead的Double Trade Hotel举行 因为这个座位有限 必须一定要报名入场 那我们这一次请到许多专家 会计师律师来帮助大家了解 怎么样投资商业不动产 此次讲座邀请到超过30年 商业地产的投资经验的 宇腾地产顾问公司 执行董事Eddy Chow 主要是讲怎么样从事 商业不动产的投资 同时对2016年的未来的展望 商业不动产未来的展望 做一个预估 在法律方面 李斌联合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李斌 将会解析买卖商业不动产方面的 法律程序架构条款 我这次主要讲的主题 主要是商业并购 尤其是房地产的商业 物业并购的程序 很应该注意的事项 劳工法专家Jason Yu律师 将会解析2016年 关于月薪员工 Overtime的新法律条款 如何面对员工 滥用病假条例 工商榨期的处理方法等问题 分享分享 2016年的最热门的 最hot topic的 劳工的问题 在会计方面 中美会计师协会会长 演讲者林冠府会计师 将会分析2016年国税局 对公司申报1099的罚款及规定 那我这次讲的主题 主要是讲2016年薪税法 还有这个CPTOPT 就是有关于这个个人公司 请这个学生有什么好处 演讲座位有限 一律预先报名入场 欢迎各位雇主报名参加 报名电话8007788588 8007788588